为了庆祝国父纪念馆建馆50周年 馆方策办联合展览 邀请一谈名家共襄盛举 首次呈现许多宝贵史料 像是国父的天下围攻与博爱莫保征绩 让民众能进一步认识国馆 国父干什么吧 我们50年建馆以来 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的迈动 我们全馆的同仁 不管同情期待 然后跟着台湾的民众命脉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茁壮 其实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但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在考虑怎么样来诠释它 馆施展50而立 站在民众的角度进行策展 以时间为轴 盖分五大主题 从建筑到人文 活动到展览等 馆方多重样貌 记录国人生活的回忆与展望 这是国家第一次把这样的历史 呈现在影片文件 还有照片里面 反映着台湾社会发展 卖动的观念 展览另外设有性别平等展区 并手势公开过去争取 职场性贫的展建 借此可见国人的努力与付出 而国官也将继续往百年目标前进 中国的进步也是国家的进步 中央社实习记者林乐泉台北报道 没 Edgar 这个 deste 并关系特并 在你 hole 你 all 都